大家好,我是猫文 前两周开了个国服小号 作为国际服老玩家去国服虐菜的体验 就是一个字 卡 特别是最开始那几天 根本就是在玩幻灯天 上一张对手还很遥远 下一张就在你眼前了 再下一张对手还在 你已经回家了 很好,用小号本来就是降维打击 顶着卡也能凑合打 这段时间我见识了好多新手操作 带着十个宝石和对面拼命都属于常规了 最奇葩的一个 估计真是被蹲草丛蹲怕了 开局对着家门口的草丛疯扫舌 两个队友都去了 一左一右 非常仔细 每一寸草丛放过 完全不考虑对面出生 跑过来钻草丛所需要的时间 刚开小号 那些的算盘是这样 任务板上只会出已有人物的任务 所以我只练学 完全不开宝箱 没有新英雄 等奖杯刷到300 解锁任务板 开出来任务就全是学历的了 多现成同时刷40个任务 一定爽分 可惜Supercell早就想到了这点 任务板设定成荣誉之路解锁 只能按顺序领奖励 不过也还好 只有三个B0英雄 同时刷10个任务也是不错的 接下来是我300奖杯之后 开宝箱的结果 以及同时完成多个任务的效果 而且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目前按照自己之前总结的星光点数方案 宝石和金币把尼塔砸上了10级 开了竞技场 为什么先升级尼塔 我之后会专门做视频讲 这个是我新开的战队 目前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 欢迎大家加入 这期就先说到这里了 以后每次的结束语 我会放一个英雄的开场台词 字幕里翻译一下 今天是学历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